多伦多华人艺术家中心主办的2024年音乐与表演艺术节 于今年5月12日至6月29日举行由德坤移民留学冠名赞助 包括五场不同类型演出的活动 展现出安大略省的许多卓越的音乐家和优秀的艺术团体 2024年艺术节庆祝音乐会 由多位加拿大华裔精英音乐家 以及众所周知的多伦多长江艺术团演奏演唱中外经典 以及新作品 节目中西汇翠 情势丰富多彩 包括钢琴 弦乐 管乐多种乐器独奏 交响乐的协奏 以及独唱 合唱 室内乐等等 开场 由才华洋溢的青年钢琴家Rini White 在本次音乐会中首演钢琴协奏曲华夏风采 艺术家中心爱乐乐团协奏 由多伦多作曲家梁二黑作于2024年 乐曲由三个乐章组成 中庸的快板 新版 小快板 音乐具有强烈的中国风格 展现了华夏风采 接下来 由女高音歌唱家月希演唱歌曲帕米尔 《我的家乡多么美》 尤其从作词郑秋风作曲的一首歌曲 旋律高亢嘹亮 节奏欢快 传达出新疆塔吉克族淳朴奔放的热情 以及罗大佑侯德剑作词 侯德剑作曲的《酒干讨麦舞》 讲述了一个退伍老兵雅书与弃音的故事 然后 资深大提琴家夏国晨 和青年钢琴家 艾瑞尼环演奏博拉姆斯的 一大调第一大提琴奏灵曲 作品38 即融合了传统的音乐结构 与浪漫时期的风格 接下来 由青年音乐家 Marco Wong演奏 《萨克斯馆》 青年钢琴家 艾瑞尼环 钢琴演奏 《松浦正沙》的梦幻之时 优美的旋律 和细腻的表现力 极具吸引力 然后 由多伦多长江艺术团演唱 资深指挥家高硕老师指挥 离音社团队钢琴伴奏 两首合唱曲 菊花台方文山作词 《中兴民编曲》 周杰伦作曲 表达了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 以及合唱《喜欢你》 香港传奇歌手作家黄家驹创作的 是一首将深沉的情感 与诗意的故事交织在一起 然后 由青年音乐家Marco Wong演奏萨克斯馆 艺术家忠心爱乐乐团协奏 格拉祖诺夫将一大调萨克馆协奏曲 作品109 音乐会压台曲目 是是卓越的小提琴家David Lynn独奏 艺术家忠心爱乐乐团协奏 盛葬的第三小提琴协奏曲 作品61 巧妙地将宏伟的主题抒情诗歌 和特意展现精湛记忆融为一体 庆祝音乐会 演出时间是6月15日星期六 晚上7点30分 1点是Starborough Citadel 票价20$ EIP50$ 咨询及购票 4164976411 欢迎大家光临 欣赏这场中西会萃 丰富多彩的音乐会 MING PAO CANADA